午后光刻胶、光刻机、半导体芯片等出现了快速的拉升 带领大盘迅速的翻红 而且所有的板块都在他们带动之下一举向上展开了攻击的态势 是下跌的抵抗还是调整彻底结束 展开新一轮的上攻 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一 我们做一个A股的盘后分析 应该说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振奋阴心的 并且看起来还是像那么一回事情 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情况 应该说今天是有利好的 最严的减持新规公布了 但是市场好像对它的反应好像比较的平淡 相反在午后这个动作是成立了三大基金 什么以半导体设备当中的光刻胶光刻机为首的 还有科创芯片半导体芯片等等快速的上涨 最多才都跌一个多点 然后现在到收盘的时候板块指数都拉了三个多点 而且出现了明显的技术看多的信号 叫什么东方日出的K线走势 而且底部是有资金明显进场的 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些科技板块经过充分的调整之后 假如以科创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品种 是有可能在这地方见底筑底成功的 但是一个阳线什么也说明不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 他们还有待于今天的低点必须有一个确认的过程 明天也有可能继续公布 但是必须有一个回落确认低点的过程 我们再考虑也不迟 当然了有些强势的股票 强势的个股形态没有破坏的 可以跟一跟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仓位控制一下 这是对我今天对移动的科技板块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明天早上再给大家做一个板块上的分析 我们再来详细说 然后再看上降指数 必须说上降指数上午走的比较强的 你比如说像什么煤炭电力 包括银行 大家发现最近高股息的 低市盈率 低市净率 高股息的板块走的非常的稳健 相反的这些题材呢 反正一整天就业绩不及预期了 或者是年报被询问了 还有这个违规披露信息等等 频繁的被立案 所以说对这个题材呢 是一个打击 这个应该说呢 每天都有一些跌停 今天跌停的也不少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导致了这个 这些板块的走的比较弱 今天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能不能完成有效的 从高股息到题材的这样的高低的切换 这些轮动风格完全转换 这个事得化成一定的问号 不一定我说的是啊 最后呢 我们给一个什么样的明确的观点 我们看一看指数啊 上降指数呢 应该说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日线级别的高点结构 日线级别的高点结构呢 通常对应的调整的天数 都是20多天的调整 那么今天刚是第五天 今天收出了一个1.14的阳线 大家记住啊 去年在3月份的时候 也出现过一次日线的高点 结果呢 中间也出现了一个1.2的一个阳线 然后第二天就出现了向下探的这么一个动作 我维持这地方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反弹 30分钟级别的反弹是什么 就是从3174跌到3087以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反弹 而不是一个反弹的 也不是一个重新上攻的这样的一个起点 那么大概率的走势 假如明天继续往上冲 还会对这个低点进行一次确认的过程之后 再直接涨起来啊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么一个细节 假如说啊 你看今天的尾盘呢 像有色金属 还有包括房地产跌幅也是明显收窄 有色金属直接是上涨的 他们资金进入的比较的多 如果他们能在这地方直接起来的话 那这地方就可能演变成一种 在这个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这是一个最好的走势 但是我明天要看看他们动不动 若他们动 这个盘点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 包括呢 这些像煤炭呀 电力呀 虽然是他们走的比较强 但是能不能继续慢慢慢慢再往上走一走 这种可能都是存在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能下结论 先暂时把这个看成一个30分钟级别的盘点 如果这些板块明天都不动的话 那势必假如说明天没有劲了 势必还会确认这个3087这个点 但是这个3087这个点呢 我们在这画了个3080 毕竟很近 就是如果这地方上升趋势还在 它是不应该跌到这条线以下的 就是这条线就进入到这个整理区间了 这种可能性 如果是这个地方失守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的阶段性的上涨 第一大波的上涨 那宣告彻底结束 所以说这个3080能守住是十分关键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观点 上涨指数大概率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反弹 如果明天券商房地产还有这个有色不再继续动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的走势就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还是 那么会要回试一下3080附近 就是像星期五那个低点要确认一下 这是上涨指数 科技板块方向是有可能在这里提稳的 但是他有一个确认的过程 总体上就是这么样 那么我们给的操作建议呢 就是可以清仓加一些仓位 三成左右都是可以的 对应的科技板块对应的强势个股形态没有破坏的 也可以考虑考虑 其他的呢我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大概率这地方行情还会反复 那么好了具体呢我们明天早在板块分析再见